大姨妈有血块和肉一样的东西正常吗?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高香转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 大姨妈有血块和肉一样的东西正常 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月经血长暗红色 除血液以外还有子宫内膜的碎片 宫颈粘液及脱落的阴道上皮细胞 月经血是不宁的 在出血量多或者是出血比较快的情况下 可以出现宁血块和肉一样的组织 如果没有合并腐痛 月经量明显的增多 经期淋漓不静不用担心 一般情况下这就是增后的子宫内膜脱落 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那么对有性生活时的女性不能处外妊娠组织 要将肉一样的组织送病例检查明确诊断 同时我们要检查绒毛毛促性腺激素和B超检查 排除弓腔内有异常组织残留 对于女性来说 月经和妇科很多疾病密切相关 每月需要观察月经的周期 经期 经量 有没有痛经的情况 有异常要及时的检查